果類就屬於好的油脂對不對 是 然後這個算多分嘛 巧克力 黑巧克力 再來這個果乾 果乾 應該算膳食纖維可以吧 膳食纖維 或者它裡面也有一些微量的 我們講的微量的一些元素 蛋白質也很重要 比如說有人會吃小魚乾 或是 魷魚乾 魷魚的蛋白質也這麼豐富 對 魷魚是一個 像我自己就喜歡像這樣的魷魚條 對 因為魷魚乾的話 通常它的口感會比較硬 補了頂口口 對 真的 然後長輩年紀大一點 或小朋友他就是望這一盤心探 因為咬不下去 如果說你這個魷魚條的話 欸 那感覺好像真的很不一樣